MING PAO TORONTO 哇... 這間位於將軍澳中心的Transformer餐廳 裝修了很久 今天終於開張了 我們首先來到為大家試吃 看看這間將軍澳中心的Transformer餐廳有什麼好吃 我們之前看過銅鑼灣的菜單 看到它的價格也不非 但它是不是真的值得這個價錢呢 我們也可以來試試 Go 這個Transformer餐廳很明顯是主打親子市場 不過看見它好像第一天開擠 裡面不是很多人流 我們來看看有什麼東西吃 這個 一個Burger是90元 安格斯松露蟹肉牛油果就是80元 全部都是Transformer這個造型 它的麵包是 我想它都有很多款式 海苔鱈魚52元 還有一些薄餅 另外再加25元就有飲品和薯條 除了Burger之外還有一些沙律和意粉 還有雪糕 海鹽雪糕 還有這些飲品 之前開幕的時候有些活動就派了這些Coupons 我們看看可以換到多少張Coupons 先抵抬一點 餐廳之外還有一些 souvenir商店 吃完了還可以來這裡購物 這個Coupons是可以免費的 一照用完四張都可以 藍色星光可以驗薯條 很麻煩 謝謝 我們就買了一個雞肉薄餅 還有一個海苔雪糕包 看到它的黑色包很棒 所以就想試一下 其實我們買了兩樣東西 123元 然後剛才有的Coupons 免費四樣 兩杯飲品 一個薯條和一個雪糕 我們一會兒立刻開箱給大家看 我們拍一拍裡面的位置給大家看 其實昨天第一天開箱的13號 今天是14號 可能是平日 也沒什麼親子來這裡吃東西 可能到了星期六日的時間會好一點 這裡弄得好像整個機倉 這裡好像人家進來的士尼餐廳 還有很多音樂和音效 點完便可以在這裡等號碼 就可以來這裡拿 形式好像快餐廳 這裡四樣東西都是剛才的證券送的 其實一個消費就已經可以無限用的證券 這個就是藍色星光 這本是紫禎葡萄 海鹽薯條 和海鹽雪糕加朱古力紐紋 哇 這裡加上贈送給你的都120元 即每款30元 我們不客氣了 再等包和薄餅 我們先嘗嘗海鹽朱古力兩塊雪糕 海鹽這個味道很特別 不是到處都可以吃到 嘗嘗它拼這個朱古力好不好味道 海鹽中和了朱古力的甜味 沒那麼膩 都蠻好吃 這個海鹽味的薯條蠻好吃的 炸得很脆 薯條 我覺得那些飲品裡面下面的底部 好像有些啫喱重的物體 這杯藍色星光就是有兩塊檸檬 好像Tonic Water 接著就是Burger和Pizza 出場 這裡很貼心 有很多紙巾和濕紙巾 手套都有 不用吃到整個手都是 也是 嘩 好漂亮 這個 這個機械人是叫什麼名字 是不是叫Operman 這個Operman造型的麵包漢堡 這是海苔雪魚 因為我看到它的麵包黑色很特別 所以我們就選了這一款 還有這個是雞肉Pizza 都是用了這個造型 去做它的形狀 我們先嘗試這個雞肉Pizza 看上去它的芝士就流出來了 我覺得它的芝士肉也做得蠻出色的 其實也蠻多的芝士 而且應該是即叫即正 所以新鮮熱 然後就是這個Burger 我們看上去 這個黑色的麵包 我們也很想試一下是什麼味 其實它是黑色的 好像黑炭麵包一樣 咬下去的沙拉醬和魚柳 是在吃魚柳包 不過我挺喜歡它這個麵包的質地 很好吃的 挺好吃的 整體來說 我們覺得它的定價也是偏高 因為它最貴的Burger 是要到$90一個 Pizza也是到$7-$90 所以我們看到其實現場的環境 也不是那麼多人 我們希望它可能星期六日 多些親子出來玩的時候 到這裡會熱鬧 我們今天來到這個Transformer餐廳的介紹 就來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的介紹 我們今天位於將軍路中心的 這間Transformer餐廳 The Ark 的介紹就來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的影片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 好的 那我們這條影片就來到這裡 如果有什麼意見的話 可以在以下留言 還是那句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好我們的影片 就可以讓我們的影片 推廣給更多觀眾 大家一起欣賞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